哈喽大家好,我是贝贝,先来看看今天的任务,不知道为什么只有两个,今天的挑战总不会还是无解了吧 卡组呢,是我很熟悉但从来没用过的猫夫人 攻击力提升起来确实非常快,但是很难打脸的吧 拽脚狂又不可以后手召唤,后面虽然赢了,可我也发现缺点太明显了 拍太容易打完了,没有补充的,太过于极端了 今天呢,依旧还是美食家,卡拍没有变动,那咱们就开始吧 本期对手是31级的香园练手,抽卡,留着奶酪切片器就好了 超能卡是大招,那我们就没有必要放奶酪切片器了 只需等到第二回合,它肯定能活下来了,结果它放到无脑坚果 没关系,只能拖延我一回合,而且后期我也不怕它,这个是叫护甲坚果吧 环境干掉无脑坚果,它只会增加锦囊的费用,环境卡是不受影响的 第三回合奶酪切片器 坚果新标,看来它的手牌也很紧张,滚石干掉护甲坚果 大招干掉普通坚果,不要觉得乖,强势一点,我就是要抽牌 这一局有点卡手,本以为会很危险,结果放到领角 给我逗乐了,那就再费一个环境 第五回合直接超新星僵尸,直接拾滴血,除了窝瓜这种卡,谁能干掉它 给大家算一笔账,就算它有窝瓜,也只是互换了一张卡,那就更算不上亏了 明白 一个电粉领主 啊,现在放会不会有点晚了 一个普通坚果 来一口降低等级,刚好在击杀线 我并不认为你能 在干掉这个植物,它心态要爆炸了,很奇怪啊 这个卡组锦囊加起来也就十多张 这一局差不多全抽到了,拿下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赞和关注哦